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任何东西 我们可以拥有它 全是无常的 因此学博人要无我的 超脱于外境的变换 人家怎么变 你还是原来的我 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 变来变去 我相信你们身边有很多的小朋友 很多的学博人 经常变来变去 跟你讲好的 我们明天上午去买东西 十一点钟过一会儿 十一点半好吧 再过一会儿 哎呀我跑不出来两点半吧 再过一会儿两点半 你好不容易等到他了 哎呀对不起 今天真好忙得不得了 没空了实在抱歉 明天吧 无常吗 变化吗 讲好的事情 一会儿变一会儿变 那你这个人 非常相信他 因为你从来不知道 佛陀讲的无常 哎呦这个人 一会儿变一会儿变 你就会觉得痛苦了 你要是跟师父一样 师父知道什么事情 都是会变的 所以很多人 跟师父约的时间 一会儿变 一会儿变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这个世界 本身就是无常的 都是变化的 有什么正常的事情 对不对啊 一切都是无常的 这样你就不会伤害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